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议上 谢国民当选为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五届会长 1979年 中国政府颁布第一个利用外资的法律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那一年 泰国政大集团掌舵者谢国民 拿到了深圳市0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 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华投资的外商集团 彼时 深圳只是一个拥有1.2万人口的南方边陲小村庄 有的外商还在观望 而谢国民看准机遇率先投资 但是很多企业家都不敢 连香港的企业家都不敢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谢国民加快了对华投资的步调 1990年 正大综艺开播 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的旋律深入人心 正大集团旗下的诸多品牌 也开始进入中国人的事业 进入90年代 正大在华的产业 从农牧产品扩展到工业 房地产 医药 电讯等多个领域 对于在各个领域的发展 谢国民始终认为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要义 我们其实是创新 当时我们坐摩托车 上海排幸福排摩托车 大家都怀疑 你正大会养鸡 你为什么会去做摩托车呢 我们泰国投资这个电讯 为什么我们现在去做事 养殖养殖做事的呢 为什么可以做电信呢 大家都不可思议 哪里 其实还不知道哪个电信 为什么去投呢 十年以后 大家才知道 我们投的是对的 所以后面又对我们进展就慢了 让风暴迅速席卷了东南亚地区 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 除了泰国总部 政大集团在东南亚各地的投资 都受到严重影响 危急关头 谢国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保持政大集团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把集团换了很多个地方 第一 第二 我们要投什么都要想到 最坏的时候我们会被倒地 有风险来 我们应该卖掉什么产品 保护什么 保住什么 保住中国 我们泰国呢 卖掉两个食物 一个就是 这个万克隆 一个就是梁华 在泰国做得最好 我卖掉这两个以后呢 把我那个整个 风暴来了 食品行业反倒赚钱 政大的全球市场份额不降反升 利润率甚至从以前的5%提升到15% 谢国民借此打了一场翻身仗 如今 政大集团正加快起全球化战略 业务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设立企业超400家 总投资超1200亿元人民币 成为在华投资规模最大 投资项目最多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 近几年 政大集团利用自身区域优势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泰国机场 深水码头 高铁等项目的开发建设 谢国民依然勇力朝头不止步 亲身实践着一带一路倡议中 共商 共建 共享的理念 在我们这条高铁呢 有两个深水码头 三个飞机的 又是人口最密集的 人民收入最高的 占了70%的GDP 又是工业区 化学工业再加上4.0工业 泰国政府出台的政策 我看到 被带动了泰国的经济发展 又跟中国对接 替主席替出 共商 共建 共享 我一百多个国家都相应了 意义很深 从积极投身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政大集团不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其本身也在不断壮大 2019年10月1日上午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 谢国民应邀参加庆祝大会 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阅兵 与中国发展休期与共 谢国民具有独到的眼光 成为了中国发展浪潮中的怒潮儿 让政大集团得以不断成长 走过坎坷 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每一次改建 都使到中国 更加上一层人 中国有这样巨大的市场 还有基础 建设们已经差不多了 跟我40年前来 天下集团 我对中国未来的这个发展 充满了幸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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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